哈喽大家好 我是直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期介绍了十大高颜值的大型和中型犬 今天我要继续介绍直男推荐的十大高颜值的中型犬和小型犬 排名是不分先后 纯属是个人的喜好 所以不喜欢的朋友们要手下留情哦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直男认为中型犬和小型犬的颜值担当 首先第一名是松丝犬 英文名字也被称为超草 来自中国华北地区 因头部向熊师而得其名 长相淘喜有圆圆的小耳朵像小熊 带出去也拉风 拥有独特的蓝舌头 浓厚的毛发让他看起来整个就毛茸茸的 不过也有点显头大 幽犬时期更像一个圆滚滚的毛球 毛发分别为长毛和短毛 外形强壮 性格沉稳 喜欢安静 从不挑食很好 饲养 爱干净 体味轻 毛发旺盛 需要定时修剪 他们的颜色也是很丰富 有黑色 奶油色 红色 铁灰色 和露桂色 他们护主的心也是很强 只认一个主人 对陌生人也算是会有攻击性 虽然汉后傻傻的样子 但他们可是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攻击你 如果你不是他们所认定的主人 第二名是贵宾犬 英文名是扑德 幽名也是我们熟悉的泰迪 到这里很多人会以为 泰迪不是另一种的狗狗品种吗 其实不是哦 泰迪就是贵宾 贵宾也就是泰迪 泰迪的名字有来 是因为他们有卷卷的毛发 再加上可爱的外形 让人觉得相知太低雄 所以便有了这个称号 他们性格活泼 极易精人 智商排名第二 可以说聪明好动 爱学习 很多蚕死官只要细心教导他们 他们很多指令也会跟着做哦 小小的贵宾也是爱年人要抱抱的小宝贝 主人走到哪就跟到哪 对主人的依赖和占有欲可是说很强 偷偷告诉你他们也是很容易发情 如果你不想他们到处留种 也可以尽早让他们做绝育的手术哦 第三名是博梅 英文也叫Pomeranian 原产地是波梅拉尼亚 在波兰西北部和德国东北部沿海交界地 颜值非常高 也可以被看作为小型的狐狸 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抵挡不了他的微笑 他们也是备受家喻户晓喜爱的狗狗 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饲养他们 波梅喜欢卖门和撒娇取悦主人 不过其实他们不是故意装可爱 而是事实就是可爱的代表 尤其是当他们玩锁时 那短短的小腿跑起来 可以瞬间融化你的心 他们也非常忠诚 性格警惕对声音敏感 遇到打雷或者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会往边跑 也特别爱叫 他们的声音还特别尖锐 如果也对声音敏感的话 他们可是会劝退你想要养他们的冲动 虽然小小一只但活泼好动 没事喜欢转圈圈 是主人的开心果 让人真的看了他们的可爱 会忍不住想要上前咬一口 第四名是西施 也可以称为新竹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优雅美丽高贵 特别是白色的西施 也会让人觉得多了一份清新脱俗的感觉 不过好看的外貌 让他们比较容易被人误为是清高 其实真正的他们是活泼可爱 不过如果主人喜欢毛发特别长的他们 还会觉得自己像带了小拖把出门 尤其是他们在外面玩耍弄脏的时候 而且大多数的西施虽然可以有百变的造型 却让主人容易钱包空空 因为如果不定期带他们去宠物美容院 很容易沿直崩塌 变成路边的小脏狗 西施是个贴心的小棉袄 喜欢逗主人开心 尤其是在生活上面对到任何不开心 只要有他们的陪伴 烦恼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不过他们的自尊心极强 性格固扯不喜欢的东西 碰都不会碰下 第五名是笔熊 他们在狗狗中是智商排名第45位 他们十分贪吃 也从不选吃 但是如果没有好好控制他们饮食的话 可是会在他们身上落下冰根 到时候不只身为蚕死官的你心疼 他们也会被冰通直磨 他们的年人程度可以跟贵宾媲美 如果不带他们出门 会躲在角落抑郁半天 直到你哄回他们 笔熊也是可以造型多变的犬种 尤其是圆圆滚滚的造型 真安觉得最适合他们了 他们多数是白色的 也不像其他犬种有脱色的现象 是一种容易照顾的小可爱哦 第六名是雪纳瑞 在19世纪中后期产欲德国 外号人称小老头 白白浓密的眉毛和胡子 让他们看起来格外的成熟或年纪大 小时候像小老头 长大就像大老头 到了一定的年龄 不会再有更老的外貌的狗狗 虽然他们有旺盛的毛发 但比起其他犬种是很少掉毛的 也没有体味 适合家庭饲养 他们尽力充沛 活泼 聪明 勇敢 坚强 适合现在忙于工作的上班族饲养 他们服从性也很高 是容易被驯服的小狗狗 对主人十分忠诚 也喜欢讨好主人 不过他们妒忌心也是蛮强的 他们不喜欢主人碰其他的狗狗 不然就会勇敢的向前和其他狗狗干架 也是一只喜欢挑衅其他狗狗的小坏蛋 让许多惨死官又爱又恨的特点 第七名是科鸡 英文也叫Wells Kogi 科鸡犬是著名的肥臀大尔 走路起来屁股摇摇摆摆 看起来惹人爱 就连英国女王也对他们情有独钟 还在今年以英女王和科鸡作为题材出了一部动画片 他们体型不大 但脾气却不小 也是容易常常一言不合就干架的类型 他们智商排名第11位 一些基本技能例如握手坐下一学就会 但很多时候因为脾气大 服从能力比较差 没有临时漏肝恐怕一学就废 小型犬的科鸡也算是掉毛挺厉害的 也是属于异胖体质 所以如果蚕死瓜没有好好控制他们的饮食 也容易让他们出现关节的问题 直男在这里也温馨建议 虽然狗狗是必须有适当的运动 但是由于科鸡是异胖的体质和小短腿 主人们还是尽量避免过大的运动量给他们哦 第8名是长毛腊肠 是一种短腿长生的猎犬 其名源于德国 在以前腊肠犬是被训练为专动去搜索猎物 它们的嗅觉可以说是特别的灵敏 腊肠犬也有分为长毛或短毛的 不过因为有接触过 所以直男对长毛腊肠还是比较情有独钟 长毛的他们让人觉得他们长相甜美 性格活泼顽皮 是许多家庭当作搬鱼犬饲养的狗狗品种 也常担任家庭卫视的角色 对主人忠诚 温顺都是可以从他们身上发掘到的赞美 他们小时候长得像王金略犬 所以有些人会认错 因为体型小 所以不需要很大的地方让他们活动 非常适合小型家庭或单身人士饲养 第九名是约克夏 是小型玩伞狗的一种 他们不会长掉毛 但还是会一直长长 关键是特别的直 好像做了离子汤的感觉 所以很多约克夏的主人都会用小皮筋 把过多的毛发竖起来做造型 他们拥有上流富人的气质 快乐活泼 也称为狗中的活宝石 如果你想让父母改变对你养狗的看法 可以带自约克夏回家 因为他们可爱小乔 又容易照顾的优点 一定会让你父母改变他们的想法 转而从爱他们而不是你 他们不只是不掉毛 没有体味还不爱叫 是新手党可以入手的小狗狗品种哦 第四名是柴犬 也可以叫辛巴伊怒 原产于日本的热本犬 柴犬跟一种名为秋田犬的狗狗相似 所以很多人常常弄错他们俩 不过柴犬体型上比秋田犬小 顺带一提 秋田犬就是在有名又感人的电影 中犬八公里 一直无论风雨都会在火车站等待自己的主人 最后直到主人死了 还一直守在火车站的狗狗 如果有机会的朋友 也可以到日本去朝圣他的吊象哦 那话题回来 柴犬是爱干净 固执和有点恶哈上身的狗狗 这上排名是第79位 其固执的程度也不输于恶哈 连拆架的程度也是 但是他们还是凭借着标准的飞机耳朵 和治愈性的笑容 让许多爱狗人士喜欢 表情包更是层出不穷 他们不喜欢陌生人 撒娇的样子只会留给自己心爱的蚕死官 钓毛怪也是他们另一个称号 其钓毛的数量可以用来制成一件毛衣都有可能 介绍完那么多高颜值的狗狗 那么你们喜欢怎样的狗狗呢 欢迎你们到下方评论区留言 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我介绍这类型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